接著也是一個重點要記住的事情 高氣壓中心 高氣壓底下出去 空氣從上面往下補 所以它是什麼氣流 下沉氣流 那我們教過了 對油層越往底下 溫度越高還越低 越高 所以氣溫度會怎樣 增加 溫度增加就不容易飽和 就不太會有雲 沒有雲就不會下雨 所以高氣壓天氣會如何 晴朗 高氣壓天氣會晴朗 高氣壓天氣晴朗 結論要背 高氣壓天氣晴朗 原因下沉氣流 不利於雲的行程 所以不會下雨 反過來低氣壓 外面往中間擠 中間擠一坨 往上爆 所以它什麼氣流 上升氣流 那我們前面教過了 如果你上升氣流 氣壓會如何 氣壓會如何 下降 溫度會如何 降低 容易飽和 凝結成有雲就會如何 下雨 所以低氣壓天氣會 陰雨 所以結論要背 高氣壓天氣晴朗 低氣壓天氣陰雨 原因 一個是下沉氣流 一個是上升氣流 低氣壓中心是上升氣流 剛剛跟你講過的重點 只要碰到上升氣流 都是壞天氣 陰雨的天氣 考試可以考很多種題目 其中有一種 有一種題目是考這樣的 說 有一種題目是考這樣 說我們說這邊叫做A點 這邊有一個A點 然後呢 有個 我們就跟你標示A點 B點 C點 豬點 然後問一些問題 請問你 A跟B誰在氣壓大 A 空氣從A流到B 對嗎 所以豐從氣壓高吹到 氣壓低 請問你C跟豬誰在氣壓大 C嘛 豐從氣壓高吹到 氣壓低 所以氣壓大 請問你 B跟C誰在氣壓大 C 一定是地面氣壓大 天上氣壓小 空氣柱 上面比較短 下面比較長啊 下面空氣比較濃密 上面空氣比較稀薄啊 所以一定是地面的氣壓大 天上氣壓小 那老師那怎麼會往下沉 所以往下沉都不快啊 底下跑掉了 空掉了 慢慢的擴散下來啊 所以下沉氣流都是穩定的啊 都慢慢來啊 同一個水裡面 同一個水裡面 風從氣壓高的地方吹到 氣壓低的地方 同 垂直 垂直上下筆 一定是天上氣壓小 地下 氣壓大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有人就問你氣壓誰大誰小 就這樣子知道的 好 氣旋 氣旋 這是低氣壓 要氣旋 北範球人多 右撇子多 所以右手就是北範球 有三個人 右手就是北範球 四個 上升氣流 歷史中 吹進來 往上冒 歷史中 上升氣流 低氣壓 所以叫做氣旋 低氣壓叫做氣旋 一下叫氣旋 好 一下叫氣旋 下降 四個人的流 超強的 上升氣流 流逆凝結成雲 有雲就會下雨 那反過來 高氣壓就叫做反氣旋 高氣壓就叫做反氣旋 好 這個叫做氣旋 這個叫做反氣旋 順時中下沉氣流 然後散開 所以順時中 旋出 所以氣旋 低氣壓 反氣旋 高氣壓 右手是北範球 左手咧 藍範球 藍範球低氣壓 第二種族中 高氣壓 第十中 氣旋 就是它的原因 為什麼叫做氣旋 跟反氣旋的原因 好 再一個圖 這個叫氣旋 這個是以前有人考 現在很少人考 這在底下的鋸在一起 鋸集 叫低空浮河 升到天上之後散開 叫做高空浮散 所以低氣壓 低空是鋸集 低空浮河 升到上面打開 叫做高空浮散 那反過來 反氣旋 高氣壓倒過來 在天上是鋸集 叫做高空浮河 然後往下沉 到底下向外散開 低空浮散 這個以前有人問 現在都沒有人問了 就是它的方向 上面是鋸集 底下的散開 上面散開 比它是鋸集 這個意思 它的氣流的方向 是如何的 OK 這個是李化老師教過的 白天吹海風 晚上吹 陸風 為什麼 因為比熱嘛 陸地比熱小 海洋比熱大 陸地溫度容易上升 海洋不容易上升 白天太陽曬 陸地溫度上升 溫度高熱 空氣上升 冷空氣補過來 風從海上 風從海上 不過來 風從海上來 叫做海風 所以白天吹海風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圖上面 畫了雲呢 因為海上吹來的風 比較潮濕 所以比較容易飽和 上升氣流就容易有雲 然後呢 就會下雨 事實上呢 這個是旺盛的對流 會容易形成雞狀雲 會下午後雷陣雨 台東午後的海邊 會下午後雷陣雨 就是這樣關係 白天吹海風 然後呢 有雲 會下雨 晚上吹陸風 容易上升的 容易下降 不易上升的 不易下降 晚上變成海洋熱 熱空氣上升 空氣從陸地補過來 風從陸地來 叫做陸風 為什麼上面沒有雲呢 因為晚上黑黑看不見 不是 是因為 陸地吹過來的風更乾燥 比較乾燥 如果本來就沒有雲 更乾燥水更少 就更不會有雲 所以就沒有雲 所以白天吹海風 晚上吹陸風 原則上 如果是考地科 是不考你為什麼的 只考你結論 白天吹海風 晚上吹陸風 當然 理化的情況下 你要知道為什麼 因為海陸的比熱不同 好 以上就是所教的 要注意我們這邊的 那個前面的高氣啊 低氣啊 很多的重點是你要背的 什麼叫高氣啊 什麼叫低氣啊 誰順時鐘 誰逆時鐘 誰旋出 誰旋入 誰是晴朗 誰是英語 這都是喜歡考 喜歡問的問題 你都要給我記清楚 請問 有人 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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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